跟我们学义声词 今天我们学义声词,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声词呢? 是无疑事物声音的词语,称为意声词 大家在文中学过一些意声词,可以举你出来吗? 例如,一,淡文艳三,胡骑,声舟舟,木栏词 舟舟是无疑胡马的叫声 二是蓝蓝救以缘 白居易的艳丝,蓝蓝无疑艳指低声乌叫 在日常生活中行多事物都会发出声音 只要我们用心灵听就可以用不无疑下落 例如,树叶沙沙作响 青蛙普通一声跳落池塘 其中沙沙普通 这些都是现声词,凡是无疑二声词 其功能只是无疑声音 本身是无实际的意思的 现声词有几种用法 一,独立运用,例如,当当当当当 是二声词 二是动作作动词使用 例如,学生有滋滋渣渣 起来粗长一片褚炒 最终的滋滋渣渣适应声词 加上起来,可以作动词使用 指出发出嘻嘻嘻嘻嘻嘻嘻的声音 三,作形容词使用 老师听见嘻嘻嘻嘻嘻的声音 急忙走到操场维持秩序 句中嘻嘻嘻嘻嘻的声音的无疑词 现在考考大家下面有 各句的环线上应要填上什么 二声词 一,天上响着什么的雷声呢? 二,大雨,什么地下的不停呢? 三,他白一大杯水,什么灌下兔子去呢? 四,郊外流水,什么有事 风蜜飞来,发出什么的声音呢? 五,无边落木,什么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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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声词是无疑词物的声音 可以把词物描写得更生动 达到溃形溃声的效果 读者也得到听觉的美感 现在有一个连续给大家做 大家做一做 现在大家对一对答案 现在大家对一对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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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